好,這個影片我們繼續來測試 因為剛剛前一個影片要測試錄影 結果錄影的功能當掉了 所以我重新登錄 所以看起來這個萬一發生意外 重新登錄還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來測試一分鐘錄影的功能 好,那現在開始錄製畫面 好,然後開始錄製 好,待會我們錄製一分鐘之後來看看 錄製一分鐘它的檔案大小會不會太大 好,現在你可以看到我有一個桌機 然後我放了三台的iPad在做測試 OK,同時開啟他們的鏡頭 因為我剛本來之前測試用Google Meet 用Microsoft Teams 用Zoom 其他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需要登錄帳號 需要登錄密碼 需要下載軟體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剛剛上網Google一下 感謝Google大神 OK,Google大神馬上幫我找到這個 Microsoft Skype這一套軟體 所以我現在就在測試 用這個Microsoft Skype 非常簡單的不用帳號 不用軟體 立刻登錄 好,現在已經一分鐘了 我們停止錄影 好,它這個停止錄影的功能 好像會當掉 OK,好 好,又當掉了 所以很明顯這個停止錄影的功能不能使用 OK,好 那我試一下這個畫面 愛心 愛心 在其他的iPad上面也出現了愛心 好,這一台有出現 好,這一台沒有出現 不曉得是設定的問題還是什麼問題 好,所以再次測試它的錄製的功能 然後再次的當機 所以當你使用這個Microsoft Skype 線上會議免帳號免密碼登錄的時候 這個錄製的功能可能是有問題的 好,所以建議你另外加一個攝影機 以免呢,錄一錄當調就沒有這個內容了 I'll see you next time This is Mr. Gar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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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